找到在阿富汗塔利班控制区失事的111A间谍飞机 一架军用飞机又于中东战区坠毁 而且这次掉落的地点更加敏感 1月30号 据环球时报报道 在不久前 美军中情局间谍飞机在阿富汗坠毁之后 又以下运输期摔在了敏感地段 伊拉克的安巴尔省西部 据伊拉克媒体称 机上4名美军全部遇难 这个消息对美军来说无疑是个噩耗 好不容易才找到之前失事的间谍飞机 这次又一架军用飞机掉了 而且还是掉在伊拉克 真是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据悉 这次失事的运输机是美军的C27J战术运输机 机上共有4名成员 而这次坠机的地点 伊拉克的安巴尔省 驻扎着让美军十分头疼的伊朗圣城旅 及其盟友什叶派武装的地盘 真是好小不巧掉在敌人家门口 就在去年年底 美军还派出大批战机轰炸了这块地方 摧毁当地武装分子多个兵营和武器库 而今年年初 美军暗杀的伊朗将军苏莱曼尼 就是伊朗圣城旅的一把手指挥官 当时还顺便把什叶派的副司令 也一起打包带走了 所以有许多分析人士推测 这次很有可能就是伊朗将军部下的新一轮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 伊拉克官方或美军方面 都没有证实究竟这4名美军有没有遇难 而根据当地消息 在飞机失事之后 有一大批苏莱曼尼的旧部迅速赶往坠机现场 伊朗的复仇之火一波接着一波 虽然今年早些时候 伊朗轰炸了一波美军基地 但是圣城旅和什叶派武装都表示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日 他们要为苏莱曼尼将军的遇刺复仇到底 此后苏莱曼尼的直系部队多次袭击美国势力 气氛十分紧张 大战一触即发 这次实施的C27J战术运输机 据悉是由美国和意大利军工企业联合研制 其采用双座飞行员坐舱设计 货舱长度与美制C130G大力神运输机相同 可执行多种任务 包括空头 散将 灭火 套种任务 及搜索与研究 其先进驾驶舱可与夜视镜完全兼容 可昼夜全天候飞行 并可独立操作 可自行部署 已经出口多个国家 为什么说这架飞机可能身份不一般呢 这架飞机美国空军用得很少 早就推居二线了 美军目前最常用的几款运输机 分别是C5银河运输机 C17环球霸王和C130大力神 而这次坠落的却是极少使用的C27J 有消息称 这批C27J在不久前被美国特种司令部接受 所以推测这架飞机可能正在执行特种任务 现在被什叶派截胡了 接下来美军会不会出手呢 说到底 美军也是在为自己的冲动买单 美国如果不收敛自己的野心 迟早会陷入战争泥潭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